好朋友们好,我是Lillian,欢迎你再次来到的频道,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支持。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十几年投资地产的过程中一些经验的总结, 我自己的特长是出租房的管理,如何有效的快速的筛选租客。 最近我在微信群里面也陆陆续续看到了群友们发的一些文章, 真的是感慨做房东太难了,今天我的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出租房管理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房东就这样轻易地放弃地产投资吗? 我觉得也太可惜了,所以今天我也想通过我的故事跟大家来讲一下, 筛选租客和入住后的管理是同样的重要的。 另外我也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在2月25号, 结束了一个全天的房东培训课程,收到了很多学员的一致的好评, 他们觉得在这一天的课程中收获太大了,给他们打开了很多的眼界。 我正在花时间编辑这天的课程,这个课程在近期就会跟大家来揭晓,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报名来学习这个课程。 愿意支持我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请你帮我动手点赞,来支持我继续给大家出更好的内容。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就请你今天就订阅,并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我有新的视频出来,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大家记得我在不久前发过一个视频,是关于我发了一个加急的驱逐令给我的一个租客, 他因为自己的原因把他的摸摸供烧了,另外呢,他是一个有36项犯罪记录的这样一个租客。 我在那个视频中跟大家讲了一下,我说实际上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到现在这个问题我都还没有解决。 好,现在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说的这个不好的消息。 在前一个视频上,我跟大家讲过曾经的,就是我的这个mobile home, 当时这个租客,我用快速加急的方式,要把他驱赶走。 大概等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收到了RTB的给我的回复, 说呢,我递交的这个申请不符合他们加急的这样的这个要求, 让我呢,再重新提供证据。 如果不能提供追加的一些证据,那这个case就已经是结束了, 就等于说我要重新再去申请一个月的这个驱逐令。 其实我也是知道啊,在群里面有一些房东,像我一样, 都是认为呢,租客的行为是构成了加急驱逐的。 但是呢,在这个方面呢,RTB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如果租客的行为不能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你加急申请是没有用的。 那么我现在呢,就讲一下,当时我在视频中讲到了这个奇葩的故事, 在背后还有什么比较更加复杂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呢,是牵扯到三家,牵扯到三家。 现在呢,我用这个房子的这个号码跟大家来讲一下, 可能更清楚一点。 在我莫波红park里面三家住户, 一个是5号,一个是6号,一个是12号。 5号、6号呢,他们是挨着的。 5号和12号,这两个住户呢, 在我的莫波红park里面已经住了很多年了。 然后呢,他们本来都是单身, 后来谈恋爱,两个人结婚了。 结婚之后呢,那么男方呢,是拥有这个5号, 女方呢,拥有12号。 结果呢,因为6号,这个租客呢, 他呢,有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个问题, 就经常抱怨,就是他比较神经质吧, 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他就特别敏感。 所以呢,他跟林里呢,关系都特别不好。 夫妻两个呢,就决定呢, 他们搬到12号去住。 夫妻两个就决定, 把5号这个房子给卖掉。 他们没有经过这个经济, 自己在网上私自卖的。 按理说,当他们把房子 卖给新的买家的时候, 要经过我的同意的。 那么这个过程呢, 他们没有跟我讲。 当时他们自己找的这个买家, 给了他们的一部分钱, 还欠他们一点点钱, 他们自己就签了一个合约。 好,这个时候呢, 他就搬进来住了。 搬进来的时候呢, 是由我的当时的这个park的caretaker, 来负责筛选的。 就是筛选的是当时他女儿申请的嘛。 他父亲不在这个申请表上当时。 大家呢,如果想要看我上一期视频, 我解释了一下啊, 为什么这个女儿申请没有把他父亲放在 他的申请表上, 这个是有原因的。 大家想要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大家可以, 我把这个链接放在这边,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我在2月初的时候, 去我这个mobal park, 见到了这个5号的租客, 也跟12号的这个租客聊了一下。 好,问题复杂在哪里呢? 这个实际上, 虽然他们之间有这个买卖的这个写的合约, 其实他的合约我都没有看到, 是他们之间自己写的。 5号的这个屋主是这个男房, 在去年的时候, 也就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他呢,身体非常的非常的不好, 本来身体就不好, 后来呢,就是感染这个肺炎, 他在医院的ICU住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最后呢, 人就走了。 实际上这个房子呢, 在法律上还在这个死去的这个男的这个屋主的手里面, 这个卖主的手里面, 还不是在这个买家的手里。 虽然呢, 这个5号的买家, 把这个钱已经全部交给了这个卖家, 但是他还没有过户, 为什么没有过户呢? 是因为这个卖家在这个期间死掉了。 所以这个弄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复杂。 好, 那我说把他想要驱逐, 在前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在给他发这个加急驱逐令的时候, 当时呢, 我有几个想法。 第一呢, 就是我给他发驱逐令, 很有可能他不愿意走, 或者呢, 他可能说自己想把房子装修了以后, 把房子卖掉, 但是因为他本人, 他的title不是在他的名下, 所以呢, 他卖房也是不合法的。 那么他自己把钱给交给了卖家, 结果因为他的疏忽, 自己把房子烧掉了。 好, 对于我来讲呢, 本来我是想呢, 我要不要把他驱逐之后, 用比较便宜的价钱, 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然后自己做装修。 后来我发现呢, 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 这个房子不在我的名下, 如果是在我的名下, 我愿意花一点钱, 去把它翻修一下。 如果我不是房子的屋主, 我做这些东西, 实际上是为别人去做的, 等于说白做工。 所以呢, 最后我考虑了一下, 这个情况太复杂了。 因为这个房子现在, 法律的这个, 法律名义下的这个屋主呢, 他人已经不在了。 所以呢, 如果是做这个probate, 这个遗产房的这个问题,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因为首先, 他这个遗产房, 要先放到他太太的名下。 他们俩还不是联名的, 所以呢, 这个房子要先转到他太太的名下, 然后再由他太太, 转到这个买主的名下。 就是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是给他发驱逐令, 就是基本上决定的, 就是他需要把房子, 给处理掉, 而不是我来做。 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么多, 这个房子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 我们这个三方呢, 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事情中, 是可以获利的, 全是损失。 首先, 对于这个房子本身的, 原来的卖家, 他钱是拿到手了, 但是房子被烧了, 所以从他这来讲, 是没有任何的好处。 好, 对于这个买家来讲, 也是很悲惨, 因为他把钱已经交给了这个卖家了, 他们自己写的, 这个私底下写的合约, 然后他自己把房子给烧掉了, 所以对他来讲, 交了钱, 但是把房子自己给毁掉了, 所以对他来讲, 也是很悲惨。 对我来讲, 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因为本身, 我收的是个地租, 我是不应该管这个房子的。 结果呢, 到现在来讲, 3月1号, 他呢, 就没有交新的这个买家, 因为我要给他驱逐嘛, 他也是很生气, 结果呢, 他已经跟我讲了, 他说呢, 我们就肯定不交这个地租了, 他说本身房子就不是我的。 好, 按理说呢, 他是签了这个租约的, 他是有责任去交这个租金的, 到今天为止, 他也是没有交这个租金, 所以呢, 我今天正在给他准备, 发这个10天的notice, 既然这个加急驱逐令, 我相信是不能执行了, 那么因为他现在是没有交租金, 所以我要马上给他发这个10天的驱逐令, 希望这个10天的驱逐令, 能够尽快地把这个租客赶走。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 而且呢, 他也有威胁我, 说他要告我。 后来我想了想, 其实他告我, 他有什么理由告我? 我自己也是知道的, 他上法庭, 他一定是会败诉的。 但是大家知道哈, 不管是谁赢谁输,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要花时间和花精力的, 这个是我们房东, 我觉得最头疼的事情。 我这个呢还好, 就是租金的损失会比较少, 因为他本身, 他交的是个地族, 没多少钱。 那如果是要普通房子, 我们一个房子大概两三千块钱的这种租金, 你的损失就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租客筛选和入住后管理特别特别的重要。 我下一期视频呢, 也跟大家来讲一下入住后管理里面查房的这个重要性。 最近呢也发生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 也是让我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本来呢, 我是觉得这个租客是非常好的, 经过筛选的, 结果没有料到这个租客有潜在的这个问题。 下次呢, 有时间跟大家分享。 视频看到这里, 如果大家在租客管理, 筛选租客方面, 你们有什么样的经验, 愿意和我们分享的,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来留言, 也请你动手帮我这个视频来点赞, 支持我, 给大家做更好的视频。 另外对我的筛选租客, 出租房管理课程感兴趣的朋友, 请你们用邮件来联系我。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